嗨,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追风 今天呢,追风想跟大家来聊一下 你想在美国做房东,收租金,做地主 但是呢,你又不想半夜三点去修马桶 有哪些方法呢? 今天呢,追风就把自己的这些年 在美国买房的这些策略啊,经验来分享给大家 一定要看到最后哦 因为最后一条策略,也许你更喜欢 欢迎来到追风的频道 我生活在美国休斯顿 我的频道分享我的北美生活 和如何在美国做房地产投资 实现财富自由 我每周更新节目,欢迎订阅,点赞 并打开小铃铛 方法一,也就是最常见的 就是雇佣一个管理公司来帮你管理房子 无论呢,你是住在同一个城市的 或者呢,你是住在外州的 那么这样的情况下 你找一个靠谱的管理团队 来帮你打理你的出租房 无论你是有一套,还是有五套 那么找一个这样团队来帮你管 因为他们手上呢,有很多一直在合作的 Handyman可以修理的这些工人啊 或者他们可以帮你renew the contract 帮你更新合同 帮你负责出租 挑选租客 等等等等事宜 那么你也可以省下很多这样的心思了 而且呢,这些付给管理公司的费用呢 是可以在每年抵税的时候 都可以抵掉租金收入的 第二条呢,你说我自己来管 我也有这样的经验的 我手上也有Handyman的 我也懂这个行情的 那我也住在这个出租房同一个城市的 我自己来管吧 我可以省下那些管理费 那也OK的,你自己管 那么这样的情况下呢 我给大家一个非常小的tip 这样的话也可以帮你省下很多心思的 因为你真的不想半夜三更去修马桶啊 或者是周末的时间 你想留给自己家人孩子的 但是呢,你还得到出租房里 去帮他修这个,换灯泡等等等等 真的是特别麻烦的 那么这样的情况下面呢 就是在做合同的时候 加进去一条 上面是怎么写呢 就写基本上的意思就是 所有维修费用 小于150美金的 请租客自己去修理 你是不管的 那么这样的情况下呢 所有小修小补的150美金之内的 你就别去管了 他们自己去把它修好就可以了 关于超过150美金的大的物件 比如说空调啊水管啊 真的是需要大头去修理的 那么你才去操心 去找人去修 如果是把这一条的弄好的话呢 你真的可以省下很多的心血的 现在我们就来说第三点 第三点的策略呢 就叫做owner finance 或者叫seller finance 翻成中文就是 卖家贷款,屋主贷款 什么意思呢 通俗一点来解释一下 就是说这房子呢 是你已经买下来 是你的 你现在呢就变成了银行 你呢作为银行 贷款给下一个买家 就等于是说房子呢 你已经卖给对方了 这个deed地契的名字 换成对方的名字了 你还拿着的呢 就是这个mortgage 这个贷款还是你的名下 贷款呢你还拿着 每个月呢还得你去付贷款 那么这个买家呢 就会跟你签一份合同 给你20%或者30%的down payment 首付 你给他呢定一个20年 或者30年的term 一个周期 然后呢你作为银行 给他定一个利率 一般呢能高达9%或者14%之间 然后你就给他这样一个时间段 你可以给他一个做一个bloom 比如说bloom的意思呢 就是说5年里面你必须把这个房子 refinance的做一个重新贷款 再买断的 如果不做bloom的话呢 也ok 就直接让他这样现金流滚着 20年30年让他去吧 都ok的 关键是你需要什么 那么这样的情况下呢 你挣的就是这样一个差价 比如说你买下的房子 是20万美金买下来的 你卖给对方的时候呢 过了几年了 房子增值了变成28万美金了 那你就以28万美金的价格 卖给对方 那么对方呢给你付个首付 比如说是20%的 那么就是5万6 那么他拿下来的这个贷款 就变成了22万4美金 这样一个贷款了 那么你欠银行的贷款呢 其实已经只有15万美金了 那么这时候呢 你就有一个非常好的差价段了 除了一个差价呢 是利率的差价 如果你当时定下来的30年固定利率 是4%的 那么你给对方呢 是10% 那你就有6%的这个利率差价 还有一个呢 就是mortgage的差价 你欠银行才15万 对方呢 现在给你定下来30年 是22万6 那么你自己算一下吧 这里面这一个差价的 起码五六百美金都有了 那么这样做的好处是什么呢 第一个好处当然就是 省心了 你不再是做房东了 这房子里面要修修补补的东西 跟你都不搭借了 房子已经是对方的了 第二点好处是什么呢 如果这房子的税 appraisal value 每年的这个地税有涨了 那么也跟你不搭借了 你不用再去跟这个税务级做斗争啊 要把这个税给降下来啊 任何的HOA 任何的这种HOA投诉 跟你也不搭借了 这房子已经是对方的了 那么我想大家呢 可能有这样一个顾虑啊 第一个呢 就是哎呀 万一这个对方 他每个月给我还房贷的 他还不出怎么办呢 那我还得自己掏钱去 给银行付这个贷款 这样不是会欠很多吗 我有什么法律上的武器 来对付这样的情况呢 那么当然是有的 你既然做了银行 你就可以做foreclosure 你也可以做法牌 可以让他出去 那这样的情况下呢 法律上是支持的 因为合同里面会写得非常清楚 有几个月没有交这个mortgage了 你就可以驱逐他的 那么这样的情况 你可以把这个房子收回 那么对方呢 也就有很大的损失了 所有当时的down payment 全部就没了 那么这个房子就完全是你收回了 对对方的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损失 然后你拿回这个房子之后呢 你可以再做一次owner finance 这不是很好的事情吗 那么还有一点呢 就是要注意的 就是你当时在选这个买家的时候 一定要走一个机构 这个机构呢 是美国特有的审查机构 就是根据这个对方的收入来看 他是不是有这个能力 来支付每个月这个mortgage 这个贷款 如果他的收入很少的 不能够支付的 那么他是不能拿到这样一封审批信的 就等于是银行的贷款审批信一样 有这样一个机构 可以做这样一个审批信 那么你到时候去foreclosure那个人的时候呢 你就是证据足足 我没有轻易挑这个买家 当时都是做过这样一份审查的 还有一点要注意的呢 就是insurance 因为这个mortgage还是你的名下的 所以这个万一呢 这个房子着火了 或者出现什么洪水了 等等的情况了 你一定要确保确保这个人是每年都在买这个insurance的 还有交这个地税的 那么怎么去控制这一块呢 有一个escrow company可以做这样的事情 追风之前呢 自己也做过owner finance 就找了这样一个中介体escrow company 帮你去每个月去收这一份钱 包括贷款 利息 保险费 还有税 他全部帮你笼统做好 那有些呢 他会把这个保险费是一年一支付的 你一定得确认 他每年的年初的时候 这份保险费是一定要付的 你不能让这个房子裸奔 这房子裸奔的话呢 万一出了什么事 这个mortgage还是在你的名下 这一点一定要注意的 如果您是在美国休斯顿地区 想做owner finance的可以联系追风 我们可以以我们自己做owner finance的经验 帮你好好把这个房子呢 以owner finance的形式 卖给下面一个买家 还有一种方法呢 你就是在美国买一块小的土地 把这块地呢 如果你是从小开始做的 这块地上你可以弄一个pet 就是一块铺好的地 把这个水垫这种都接好 然后呢把这块地给租给别人 他们可以停放他们的RV啊 就是那种房车停在上面 或者呢是把这个块地呢 租给别人放一个mobile home 就是活动版房 那他等于是每个月给你租金 就是租这一块地 好处呢就是你租给对方的 就是这块地 水垫呢就是都是他自己付的 他也不可能把你这块地能怎么样呀 如果他不付你租金的话呢 你同样可以做eviction驱逐的 有很多呢把mobile home 放在你这个地上的租客呢 到时候他就干脆就走人了 他连搬走这个mobile home的费用 他都出不起 如果你要做的更大的话呢 你就可以买一块商业的用地 那么把这个盘子越做越大 做更多的这种mobile home啊 或者你把这个地呢 租给别人开店啊 或者是做这个加油站啊 等等等等所以呢这就是最原始的地主了 真的是又省心又省力 你就一块地你就这样一辈子给租下去吧 如果你想在美国休斯顿地区呢买出租房啊 投资房还是自住房 也可以联系追风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跟大家说到这里 大家觉得怎么样 你有没有在美国做房东呢 你有没有做房东的那些烦恼 你的方式方法又是怎样的呢 好今天的节目呢就分享到这里 你们有没有在美国做房东呢 你们有没有最大的烦恼呢 今天说的策略 你们又是喜欢其中哪一条呢 我非常希望看到你们给我写的评论 如果想看更多在美国 投资房地产的视频 请点击视频上方的链接 那我们下期节目见吧 拜拜